蔣麗芸議員 蔣麗芸議員 因為現今很多工商界 再不像以前那些做生意的人 什麼都要利潤最大化,賺到盡, 賺到他百指千孫、世世代代都享受過融光的。 事實上現在很多做生意的人 他們根本就是連子女都不想生, 剩下的錢可能翌日都是拿來做慈善, 或者是全捐了它而已。 而這個全面退稅的政策想法 亦都是對我們基層市民都沒有好處的。 現在人家三餐都要緊縮了, 根本就沒有份交稅。 對於一個現代的二次財富分配的話, 對我們基層市民絕對沒有好處。 所以我們民建聯一向來講, 我們是支持錢應該派給最需要的人身上。 所以我們是不會支持謝偉俊議員這個原動議的。 好了,政府究竟什麼時候加稅呢? 你又應該什麼時候減稅呢? 按照《基本法》第1807條,兩日為出。 具體原本我寫了, 不過剛剛已經有幾位議員全條都讀出來, 那我就不讀了。 中間有一個叫避免赤字, 不過我又不明白, 為什麼財爺每次都弄一個赤字預算案出來呢? 假如這樣, 他不是第一個違反了《基本法》第1807條,是嗎? 那還好笑呢? 整完赤字之後, 然後又不是赤字, 好運氣, 香港的經濟這幾年都站得住。 不是的話, 這樣搞的話, 就很危險了。 你們, 我們那個庫房, 真的很危險了。 好了, 我承認, 有時候政府要加稅的時候, 當國府沒有錢的時候, 你就是要加的了, 要想辦法賺錢的了。 但是相反的話, 大家, 大家, 你儲備太多的話, 你就可能要想減稅了。 今天很多議員, 一開聲都是, 說你儲備太多了, 是不是? 放這麼多錢在你那裡做什麼呢? 是不是? 那, 首先呢, 我們呢, 也都同意, 在某角度, 我們應該減一部分, 譬如說, 一些中產的, 那我們可以減他的身份稅啊, 或者是, 加, 擴大他的免稅額啊, 幫一幫些中產階層, 舒緩一下他們的生活壓力, 我們覺得是絕對應該的。 那, 剛剛講開, 就是, 我們現在, 政府, 那個儲備, 最佳外匯基金儲備, 加了三萬多億的了, 是不是? 坐擁這麼多錢, 那怎麼辦呢? 那, 我也很勤力啊, 我也很積極幫政府看看, 就是, 喂, 你三萬多億做什麼呢? 是不是? 你準備做什麼? 喂, 有個說法, 那個人是有個道理的嘛, 所以, 就是, 我呢, 就找到一些資料, 那, 政府說明了, 我這筆, 我會儲備呢, 我是要加強港元的穩定性, 港元穩定性, 我們政府印了多少錢? 好像三千多億而已 三千多億 你說不是,有些銀行存款、有些票據 加起來 另外我想,政府要應付 以承擔的開支及負債 我承擔開支負債有多少呢? 基礎建設就差三千多億而已 所以分開幾年 現在每年都是花七百多、八百億而已 公務員那裡有退休金的 那就是六千多億而已 你加起來都會鬧鬆的億 我給你兩萬億好不好? 那你還有一萬多億 那你一萬多億幹什麼呢? 這萬多億就不包括即時派錢的 不可以即時派錢的 不可以就這樣 好了,有些好用,我看到 應付人口老化所帶來的挑戰 好了,人口老化 最近我們經常說,有關人口老化 未來估計 現在我們每五個適齡的人 就要養一名長者 估計去到2041年 我們長者將會有256萬人 然後就會是每兩名適齡的工作人士 就要供養一名長者 因此我又想到 假如是這樣,我們下一代要承擔 什麼負擔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是不是這一代有責任呢? 既然每個人都盯著你外匯的儲備 那是不是有責任呢? 利用外匯儲備撥一筆錢 為我們下一代做好這些策劃呢 例如 我經常都有在口裡所說的 譬如嬰兒基金 我們也可以為每一個出生的嬰兒 我們的香港寶寶 是要做好她的準備 就是不要向現在 她大了讀大學 或者儲個首期買樓都不夠 我覺得 我們政府絕對應該考慮從這個方向 以應付我們人口老化 所帶來的挑戰 本人僅此陳詞 多謝主席 吳亮星議員